继续给大家回复粉丝的留言 他说小胡子 我想在雷克萨斯ES300或者奥迪A6L里面选一个 打算10月份的提车 你给说一说该如何选择 就是家用 这俩车子论高级豪华肯定是奥迪A6的 开奥迪A6的 你真猜不出它是干嘛的 上只官员 下只百姓 很多开路虎奔驰的 都会给开奥迪A6的送礼 是吧 因为他的车就行这个商务风格特别浓重 外观稳重大气 所以说开这个车 你猜不出它是干嘛的 那开路虎开奔驰 那都是有钱的爆发户了 是不是 无论是市区代步还是高速表现 它的加速和操控 还有运动的底盘调教 都是非常优秀的 尤其是动力啊 是一款中央实力的多面手 而雷克萨斯这个品牌呢 我们也很认 也非常保值 这两年稍微差点 它属于丰田的高端车型 后来就是车型 那么外观就是日系风格 主打的就是家用 动力和高距感 还有底盘 远远是不如奥迪A6的 但是为什么这么多国人 还会花好几十万买它呢 却不买奔驰宝马奥迪呢 人家差那三瓜俩枣吗 不差 人家就是相中了 它后期的稳定性 机械素质是非常好的 你比如说和奥迪A6一起开个十年 或者是二十万公里 那么德系车供应数大了 你是真修不起呀 知道吧 它供应数大了就容易漏着漏纳 知道吗 该漏的就多远漏一些 咱不能说百分之百 四分前的玩意粉丝开奥迪的都知道吧 包括德系车 奔赞把我奥迪大众 都是这个德行 什么 主要动机啊 水泵啊 那把洗澡 有的供应数大了 居然就漏了 你修都修不起 是吧 而反过来 雷克塔斯一S300呢 它是混动车型啊 用的是丰田的第四代 TSS双清混动系统 和凯尔美瑞汉拉拿的双清 是一个动力混动车 匹配了2.5层的质量器器 阿特金森循环技术 那么匹配个液晴电池 从1997年 就在这个第一代 封田普瑞池层上 就用上了这个双清混动系统 但在发展第四代了 非常成熟稳定 起步加速用电驱动车吧 发动机不介入 一种新年来的质感 当你去身踩油门踏板 想要超车驾速的时候 发动机和电动机 一起去驱动车吧 达到一个双清混动的目的 当驾驶员完成超车驾速的时候 松开脚步的油门踏板 轮胎会反转带动动力回收 给电机充电 以备下的使用 非常成熟稳定 能用住 这油耗能省很多 非常适合视区代步 油耗方面比奥地6R省很多大 所以说这两款车子 如果说你打算长时间使用 这是纯正家用 我也不商用 我也不出载 我也不干嘛的 是吧 也我也不要面子 考虑后期的稳定性 你就选雷格萨斯 是吧 变油耗就是 也就是五六个油耗 相反 你要个大品牌 要个操控动力好底牌 偶尔跑高速长途 你就选奥迪A6了 是吧 那就不能选奥迪 不能选雷格萨斯这品牌了 各有点和缺点 五年以上 六七年以上 你就雷格萨斯 是吧 二十万公里以上 你就雷格萨斯 你就开个六七年 我就换车的 奥迪A6吧 是吧 嘎嘎的 都保值 那没有开过 或买过这两款车的小伙伴 对我说的 没有不同意见和想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准发评论点赞